有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和加州非裔媒体组织联合举办的多元文化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颁奖典礼 于8月31日在首府沙家缅度隆重举行 旨在表彰加州少数族裔媒体的优秀作品 今年是经过三年新冠疫情之后典礼首次以现场颁奖的形式举行 吸引了来自加州各地的100家少数族裔媒体参赛 涵盖于众包括西班牙语、中文、越南语、韩文等多种语言 参赛作品大到300份为历年之最 9月8日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邀请部分获奖者做客简报会 分享了他们如何和为什么选择报道的主题 以及对未来报道的计划 据悉,今年的奖项邀请了25位新闻、学术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作为评委 他们均表示,投稿的这些原创故事质量很高 措辞优美 摒弃传统视角采取创新性的报道方式 关注的是整个社群中面临的挑战 彰显出少数族裔媒体的力量所在 小西贡电视台Jong Ding Shantai和Antai首先介绍了他们的获奖作品 一个前往乌克兰制作的向越南一读者讲述乌克兰战争的故事 他们说,在2022年前往乌克兰看到很多移民 包括遭难的越南劳动者是希望逃离乌克兰 他们抵达的边界因此想到了要报道这个故事 创作这个故事后也看到了此前担忧的问题 很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也看到留在乌克兰的越南裔劳动者 那些儿子不得不上战场的人们 更有的人无处可去只能留在乌克兰 整个乌克兰的情况和越战很相似 意识到战争体制对人民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来自《黑人天主教信使报》的获奖人 Nate Tina Williams 其报道关注的是非裔天主教信徒的一些历史及日常故事 他的作品主人公是路易斯安纳州的天主教神父 同样也是说唱创始人之一 有法国和非裔血统 人物成长地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熏陶 不仅是南路易斯文化代表 也是移民的产物 Williams表示 未来报道的主题将会是在路易斯密西西比的一个故事 这是首个让非裔进入天主教教堂的地方 借由10月份的100周年纪念日活动回顾历史 来自Imploso News的Maria Olivera表示 收到表彰是因为对于洛杉矶县市政委员会的报道 这个是关于洛杉矶市议会对于一些种族性评论的一些讨论 他们希望通过报道可以介绍真实的情况 打破令人受伤的课本印象 而这篇报道的其中一个影响 是现在加州官员对于他们的文化更重视了 洛杉矶的教师也开始更多的了解原住民社群 接下来会继续跟踪报道 来自以麻雅与广播的Bull Alarm电台的 Esmerada Mendoza表示 他们深刻了解移民所面临的障碍 包括文化和语言 因此使用原住民语言 可以向那些对使用技术并不熟悉 不按英文的社群成员提供桥梁 帮助他们获取信息和资源 Martal Alisa Mendoza介绍了Bull Alarm电台 在奥克兰的广播站 她指出 当下大部分报道并非麻雅语 其平台旨在让社群了解自己的权益 像仇恨犯罪相关的报道 这对于社区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电台的影响力 可以让社群民众知道 即使他们不讲英文 也可以勇敢地发声 争取自己的权利 移民杂志获奖人Pamila Anchan表示 投稿的作品是三篇有关国际的报道 杂志关注移民的生活和经历 特别是非洲的移民社群 未来的报道重点 将围绕如何利用人才和资源来造福社群 也会和当地组织合作 关注来自非洲的人才 为大家创建一个网络 天下卫视是以采访 奥克兰中国城飞翼英雄 William Davis 的专题而获奖 讲述了主人公打破种族和文化界限 为中国城社区服务超过20年的故事 Rachel Tan表示 这样的故事能够推进团结和一致性 有助于增进跨文化的理解 丁丁TV Diana Dean 指出 作品很重要的一点是宣传积极的故事 打造信任力和友谊 多族裔在一起工作 沟通可以共同成长 参加多文化及其他族裔的活动 也能够了解到彼此的归属馆 最后获奖嘉宾本均表示 媒体人应该让人们了解真相 并且多族意间要团结一致 互相扶持